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又大涨100点 今天盘中一度涨了120点 最后盘还没出来 目前试错是涨111点 昨天跌了四几点 对不对 放轻松啦 行情涨涨跌跌都是正常的 大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昨天一跌 你若不敢买 甚至于股票杀掉 今天又创新高啦 今天又创这一波段的新高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大涨 道琼涨376点 纳达克涨1.49% 飞行报道提涨1.54% 因为市场都在等 美国医院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消费者物价指数 应该都是好数字啊 油价最近有涨 可是是二月的事情嘛 对不对 一月份油价跟天然气 是大跌的 所以一月我估计 CPI这份数据也不错 那昨天已经领先开始发动了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的 油比较弱 那相对比较强 是在科技股的部分 涨2%3%都还蛮普遍的 微软3% AMD 2% Intel 2.3% 所以电子股尤其半导体股 2%3%很多 那科技股强 对台北股市是有利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昨天虽然跌了四十几点 昨天原本跌100多点 可是开低走高 今天直接开出高盘来 今天开高最多涨了125点 再创这波新高 15669点 很可惜啊 今天量很少 1700多亿而已 大涨 结果大家不敢买 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你们在担心这个嘛 美国CPI数字到底好不好 还有就是明天 股神巴菲特的持股里面 对于台积电的持股 会不会减少 一大堆疑虑 好 一大堆疑虑 等到所有数据发布了 行情发动了 当你看到那些数据 没乎了啦 太慢了啦 你要说你要掌握先机 什么叫先机 先机就是你要 比别人赢在起跑点嘛 在所有的消息数据 没发布前 你就要先 事先掌握住了嘛 你事先就要盘算好 接下来所发布出来的资料 是属于怎么样的数据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好的话 事先你就要卡位了嘛 等到数据去发布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去追 就把人抬轿了嘛 对不对 就像大盘一样啊 大盘当时在13900 大家都看坏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啦 MACD背离 看到这种信号的背就丢 当时在过年前 完全没有涨 我就跟你预告 年限会来喔 年限会来喔 是不是来了 是不是来了 那等到涨到年限 都1600点了 你是不是又买不下手了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虽然涨了1600点 可是刚站上年限 刚站上年限 才是多头的开始 你如果担心指数 那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嘛 起管呢 不要去追 找底部刚开始的 找底部刚开始的 你才不会越追越高嘛 对不对 任何行情掌握先机 是最重要的 在别人还看不懂 还不敢买的时候 你就勇于开始进场 你就勇于开始进场 就像台积电嘛 台积电 股神巴菲特会不会增加持股 还是减少持股 你等到明天发布 你又来不及啦 是不是 台积电 我们早在300多块钱的时候 早在370的时候 我看到一份美国的研究机构的报告 在去年10月25号 我看到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 八年后两家公司 股票会超过苹果 点名特斯拉跟台积电 我看到这份报告之后 当时台积电在370 我就鼓励大家赶快买赶快买 你看苹果一年营收3600亿 台积电才800亿而已 如果八年后 台积电会追上苹果的营收 那很可怕 有些东西你要看得懂 你看苹果总市值 大概79兆台币 相当于两个台北股市 那台积电的总市值 当时才多少 台积电总市值才9兆而已 差这样你追的 差这么多 如果八年后 台积电真的追上苹果的营收 何等壮观啊 所以当时370的时候 我就鼓励大家赶快买 也叫会员赶快买 我当时又预告 四百站起来会噴出去了 果然讲完之后 站上400块钱 哦 走得好像白 过年前压回一波 我把时间抽期算好给大家看 我说时间到了哦 时间到了哦 不要再抬了 快买 讲完之后台积电又上来了 风关在509 抗拨盘之后 已经来到542 那最近台积电居高不下 最近台积电居高不下 大家睡 而且缓不得再创高 这种现行看就知道了嘛 压不下来随时会喷出去嘛 随时会喷出去嘛 台积电上个礼拜 1月营收发布 1月2000亿 比12月1925亿 又增加3% 创下历年来最好的1月份 好强的数据啊 2月营收 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不是台积电营收很强啊 晶圆代工的营收都很强 你看利基电 利基电1月营收 比12月多13%出来 所以教过你们嘛 把1月营收跟12月来做比较 少在30%以内的都净净的 15%以内的都是好数字 你看台积电 世界先进 联电 1月营收都很好的啊 所以不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子 不是法人说的那个样子 台积电随时会冲 台积电会去哪里 你低档有买得很好啊 有跟着坐上来很好啊 那长高了再去追 我就不建议了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会去哪里啊 我昨天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 注意夹哦 这里是最大的套牢区 这里是最大的套牢区 联电也不错啊 联电1月营收 比12月只掉6%而已 很强的营运 你看到联电是从底部开始买的 时间周期算好 36块开始走 过年前涨了一波 时间周期调整 33天 32天 33天 过年前我跟大家提醒 32天到楼 百比六倍又开始了 讲完之后 是不是又冲了一波 又冲起来了 那从36到50 终于40%了 就40%了 所以你要在 别人还没发现之前 掌握先机 赢在起跑点 底部你要敢买 你看融资一路减啊 融资从32万张 减到剩下8万8千张 外资反而连续四个月大买 光是今年才一个多月而已 外资连电已经买51万张了 这样怎么下得来呢 对不对 连电怎么会拉 不拉啦 随时都会冲出去 空担3万8千张都打就跌 今天连电还是涨 昨天跌 有些人可能又吓了一跳 那你买低档就不怕嘛 对不对 你对冠你就会怕嘛 买这一步你就不怕嘛 连电会长到哪里 我最近给大家看过 连电这要注意 这要注意 33天32天32天 32天32天 32天够了吗 去数数看嘛 时间到你要卖再来卖嘛 这两天外资 法人发布的连电的目标价 来给三户 63块会不会来 参考看看啊 不要把外资的目标价太认真 时间还是比较重要的 搬你来找林德燕 时间到我带你卖 时间给我带你买 你看日月光 日月光我们是底部开始的啊 日月光72户 73户就开始买了 每天讲日月光 每天讲日月光 你随时买随便买 闭着眼睛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两天就丢嘛 过年前又压回一波 我时间周期也算给大家看了 40天38天39天 一半的时间结束了 要再上当啊 EPS 我当时估15块钱嘛 发布出来14.5 差5个人而已 我在估获利很准的 本比才6倍 获利创新高本比6倍 怕什么啦 一定会聚的嘛 对不对 一定会长得 日月光 居高不下 在指标调整 随时又冲出去 最近这两天 有法人出报告 日月光的目标价 118 118 看看没关系啦 真正重要是什么 真正重要是 这波上来 你去数38天 你去算38天 38天到你就卖就对了 38天到你就卖就对了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一直去队关啦 追高 你一定会被套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要赚个50% 就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如果一直要去队关 长高又不会卖 那就会套在上面 是不是 避免套在上面 你就要养成买底部的习惯 联发科也是啊 是不是又是底部跟大家谈的 MACD 背离 叫你筋路区 避诊经脉 时间周期的部分 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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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又出现背离 讲完之后联发科 是不是一直去啊 长到现在都还不回来 联发科也去啊 哪里 我昨天会给大家看过啦 最大的套牢量 中间这段是空的 空的什么意思 空的就是没有成交量 那既然没有成交量 它要攻就会很快 那搭配时间周期 33天如果一到 有兴趣你数五看 33天到了没 33天到 你再来不再会 你那时候再来卖就来得及嘛 对不对 起关就不要堆啊 要买你早就该买了 我过年前跟大家谈的时候 我这里就开始讲了 这里又提醒你 要买你早就改买了 不是吃到买 不是这里才买 你看环球经也是啊 时间周期32天 一到之后提醒你们 我们在过年前 434块买 你们都知道啊 我买进第一天 讯号我就公开给你看啊 过年前487 过年后 最高涨到547 最高涨到547块 这样一张就11万了 是不是当作11万了 所以你会买底部 赚钱就比较轻松 那一直追高就很危险 这两天环球经有一些杂音 你看那些报纸 听那些消息没有用啦 自己去印证嘛 环球经1月营收 只比12月掉1%而已嘛 只有11%而已嘛 真凶啦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1月营收 早就掉个30 40%了嘛 对不对 10天假期那么长 它竟然只掉1%而已 所以不要买买买 不要买买买 你吃买起来 待在吃的经理 你就不怕它嘛 那环球经会长到哪里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了 这里都是空的 这都空的 最大套路需求在这个地方 这是卖压最重的地方 因为最大的套路需求 所以环球经随时会更充 但长高之后 就不要去堆了 长高你要会懂得逢高卖 你看我们华景店 812块 812块半 从底部开始做上来 长高之后 长到136 你看底部买 你要赚个30% 50% 是不是赚得到 那长高量缩了 两宿就没了嘛 上礼拜2月7号 华景店 130元卖出 我一卖出 我就给大家看了 我出清了 我没掉了 我有跟你讲嘛 对不对 我当天卖 我就给你讲了 我当天卖就有跟你讲了 我卖完之后 还有拉高 比我卖的点更好 那现在剩多少 现在剩121块 那底部买 涨高量缩 逢高卖 60%就赚下来了嘛 是不是 逢高卖掉 钱收回来 再找底部的股票再买嘛 你看我当天 华景店卖掉 买华福 买华福 为什么买华福 因为华福 1月营收 只比12月 掉7%而已 当天买 当天涨停 紧接着行情 喷出去 喷出去之后 量太大 量太大 就先跑再说嘛 不用跟他客气 不需要跟股票谈恋爱 上礼拜五 2月10号 华福 量太大了 逢高卖出 获利卖出 我当天卖 我有提醒你啊 你看我卖完之后 是不是掉下来了 不然之后是不是掉下来了 那逢高卖就对了嘛 底部买 拉高 有点状况 买得丢啊 反正都赚钱 对不对 又不是赔钱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懂得买底部 尤其是赚大钱的公司 GEO股 老基 高跟GX股 我不会去锁定那些股票 你们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知道 我只做赚大钱的公司 业绩不好的 亏损的 一概不碰 有很多赚大钱 股价还在底部的 起贯的 不要紧 等他再下来再说 上市归1700多家 EPS3块5块以上的 少说歹说 起码又700几斤的啊 那你有700多个机会 慢慢找慢慢找 不要急 一旦找到了 就全力出急嘛 对不对 你看过年前 特斯拉传出降价 我一听到之后 就跟你们讲了 特斯拉要开始去摇 讲完之后 特斯拉从101元 涨到196 不计 最高涨到214 涨了110% 我是不是第一个 在特斯拉还没涨的时候 就提醒你们特斯拉了 对不对 最近大家都在讲特斯拉 特斯拉干练股 我们锁定哪一档 3665茂莲 大盘涨2000点 获利创新高 电动没去 因为被特斯拉压住 尤其又出现MACD背离 那有这样的结合 就云贏了呀 特斯拉已经在飙涨了 茂莲莲利创新高 反而价格更低 然后又出现反转讯号 所以这种讯号的结合 你就要跟它走嘛 过年前 茂莲246块买进 我在买茂莲的时候 我都有跟大家讲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跟 我演讲的时候一调查 哇 好多人都有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都很开心 我推荐的股票你放心 你看过年后 冲掉271 最高来到278 一月营收40.7亿 月增1% 年增27%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1月10天的假期 如果1月营收减少30%进凶的 15%以来都是好公司 都是好公司 用1月营收来检视公司的营运热度 对 那茂莲 还创历年1月的最好 发布的时候 公司还特别讲 今年会足迹成长 而且会有两位数的成长 再创新高 就老板讲完之后 市场很不给脸 老板一讲完股价马上跌 那跌是怎么样 跌是让你买嘛 对不对 老板都把营运讲得那么好了 那价格还蹲下来 你就要赶紧路口 你就要赶快下去买 你看这件帽连 想要买起来 270元 上礼拜蹲下来 上礼拜是打下去 你赶路口 2、3天而已 是不是5块钱了 在经历完 也开始要穿了 要注意 这个缺口补不掉 突破缺口 后面都是大行情 台办也是啊 抗盘第一天买台办 当天买当天大涨 连标三天 连标三天 比亚迪概念股 全球最大电动车的供应商 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完全没有涨 买进去 这样买就对了嘛 这样买就对了嘛 而且台办的营运 比一月份掉7% 营运很强 最近台办在整理 最近台办在整理 来不追 因为大陆即将推出 电动车下乡 要拼经济 那电动车下乡 对比亚迪是大利多 对台办来讲 也会有一样受贿 所以电动车未来十年 全球最热门的话题 你还要注意 一样汽车零件的地宝 一月营收增加4% 比去年增加3% 是不是很好 我今年已经在公地宝 73块钱买进 获利创新高 本一比6倍 全球最大车灯 美股净值9块钱 讲完之后 73块钱买 上礼拜五 一开盘 9.29分 再买进 当天买 当天大涨 对不对 紧接着讲完之后 连标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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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就对了嘛 地宝提醒你们了 历年北比都有 12倍到20倍 在获利创最佳成绩的时候 北比竟然只有6倍而已 这支后边要注意 你要的不是一直买卖股票 一直追高 没一定的贪金 你要是安全 有把握的投资 你才能够稳超胜算 怎么样才能够稳超胜算 有研究 有把握的采买 不要每次 基本面都不知道 只是单纯看现行 看着刷人家 你就要做人的沟通 你用骗是正常的嘛 对不对 养成埋底部的好习惯 你就要探大钱 认同有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今天晚安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精神要顾好 防疫不可少 台湾力得 点藏牛张之 是唯一取得健康食品 免疫调节 及护肝双认证 双效合一 护肝功效 一级霸 唯一通过 六项无毒性测试 更荣获多国专利 台湾力得 点藏牛张之 免疫调节 护肝双认证 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华信林老师 三十年操作经验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操盘法 仗量时间角度 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其上 与高档转折 迈出的稳健互利模式 赶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全文医疗保健杂志指出 国人每三人便有一人过敏 国内过敏的人口 持续增加中 百业敏益生菌 通过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LCW23过敏专利菌种 辅助调节体质的专家 常温保存免冷藏 膝带补充更便利 RB后科范正华医师专业推荐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 从百业敏开始 请上网搜寻 百业敏益生菌 订购专线 0809-088-668 0809-088-668 长春热火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外食年龄增长 星辰代谢拉近包 总胆固存超标 循环方面的健康令人忧虑 平日保养 调选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 红麴胶囊 长春乐活 玉红麴 国际专利原料配方 有学历得知 有助于降低血中 总胆固存 不含橘霉素及西药 荣获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最安心 我推荐 长春乐活 玉红麴 一天两颗 有助降低总胆固存 专科医师陈志豪推荐 请上网搜寻 长春乐活 玉红麴 订购专线 0809-088-668 0809-088-668 长春乐活 欢迎我到现场 今天涨110点 几乎在今天的最高 今天最高涨120点 可惜量很少 不要乱想啦 不要乱想 整个方向还没有结束 你如果担心的话 起关就不要堆了嘛 对不对 涨高逢高卖 就像滑井店一样 涨高逢高卖 再找底部的股票 你看地宝是不是又冲出去了 又找底部的股票 又做就对了 会买底部 你才会赚大钱 你要赚个30% 50% 就会很轻松 你看智新 300跌到115 我们就逢低开始买了 117 125 123 120 125 128 逢低都一路买 会买底部 你就会赚大钱 进入相形整理 我也提醒你快结束了 讲完之后 你看我们也是一直买啊 138 144 145 一路买智新 买完之后 是不是又冲出去了 什么冲出去啊 最高涨到173 这样是不是就快50%了 今天智新直接开低 跌9块钱 为什么开低跌9块 因为昨天发布 第四季1.77 存获损失2亿 大概占了EPS是2.3 再加上汇损 所以变成22.46 那这个我们就估不到嘛 对不对 我估25 就查这个地方嘛 所以我估财报是很准的 那开低 我就跟会员讲啦 今天开低我就讲啊 我就跟会员讲 智新 因为汇损的关系 我们成本很低 不用担心 空手 不要再贴关 对不对 要卖 我会再通知你 就智新是不是就开低走高了 收盘的时候剩下小跌而已 所以买得不怕 再找底部的股票 还有哪些底部的股票 双红 是不是开始冲啊 支付续报 今天换双红冲出去了 双红的时间周期也很漂亮啊 也很漂亮的 28天 35天 昨天第34天 今天要冲出去了 双红EPS 110年13块钱 已经创新高了 去年大概17块啊 去年大概17块 开始在冲啊 所以还有很多底部一档一档要开始发动的 对 我只要开始讲啊 这有没有令人冲出去的 包含今天8046 南电今天大戏了 没时间讲了啦 还有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对不对 获利创新高要穿的 这支也很漂亮 获利创新高 北米才10倍而已 这底部刚打完而已 没时间讲 想做你跟我一起做 我们直买底部的基优股 投机业绩差的 我们一概不碰 这样一档一档 30% 50%来获利 认同有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做好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形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